HELLO 大家好! 看看今個星期有什麼重點經濟新聞 麻煩你! 中美達成貿易協議 應保守黨贏大選脫勾在望 推高港股重奪27000關口 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能否在週日15日 對華關稅實施的死線前達成 成為本州舉世足目的大使 近月以來 中美貿談多次在關鍵時刻出現反覆情況 相關消息令市場感到混亂 局勢時情時雨 方向失焦 大使進退失據 在新一輪針對中國關稅落實前夕 幾度傳出美國計劃推遲實施對華新關稅的消息 香港時間週四 1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鐵文宣布 美國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今月15日向中國加徵的懲罰性關稅將不會實施 不過他強調 之前對部分中國商品加徵 25%關稅則維持不變 其餘多數會徵收7.5%關稅 特朗普又指華府將立即開始與北京進行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初上 中美首階段協議總算初步達成 和風吹起 兩國貿戰有望停歇 市場積極因素應時移動 美國時間週五 美股指跌轉升 三大指數齊創即使新高 其中蘋果股價升1.4% 另邊商 香港時間週五 英國執政保守黨贏得歷史性大勝利 越過半數議席控制國會 首相及保守黨領袖約翰信誓 既然明年1月底帶領英國完成脫鈎 前繞良久的國際問題陸續出現積極實質的進展 一數市場陰霾 全球股市應聲受惠 港股亦從上27000 恆指週五單日急升近700點 修復27000關口 重月250天牛熊分界線 港股以全日高位收市 修報27687點 升693點 升幅2.57% 創超過兩個月以來最大升幅 主板成交額1171.42億元 恆指連升三日 累計上升1251點 國企指數收報10838點 升223點 或升2.1% 成交380.48億 上證指數佈2967點 升51點 或1.78% 有2340.37億元成交額 好 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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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其 球